那以前这个教会里面 内部大概就15坪左右 那以前这个里面是用山上的那个山木材 木材把它建立起来 墙壁虽然是砖块的 也是从山下搬葬的 所以这个里面是没有那个 是没有钢筋的 这个地板以前是什么地 堕堕在苗栗南庄深山的棚来长老教会 教会设立有六十几年历史 回顾修缮前的样貌 教会原本内部装潢以及设备都开始扰旧损坏 而去年十月受派前来的卓文华传道 进驻的第一事工 就是希望让大家认识这间教会 过程中也透过网路 以及到屋来等地分享正道 让许多教会会有了解蓬莱教会的处境 并奉献协助翻修 这很感动 我想如果不是上帝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跑到山上来 所以感谢主席说 这个家会从没有到有 把那个恩典满满 如果一个信心不足的人 你说要来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 所以很感谢神说 让我的生命被改变 结果上来以后 小孩子陆陆细细的会进来 传道还没过来的时候 也是人比较没有那么多 在传道来这边 那么远的地方也是他蛮辛苦的 卓文华传道过去担任公职人员多年 也经历过许多社会上的风风雨雨 他很感谢在人生陷入谷底时 透过基督信仰改变生命 而在蓬莱教会将近半年时间 因为教会会有支持 也让他逐渐感受教会在部落的重要 因为我曾经从事公职这么多年的人 当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名利地位的时候 你绝对不要忘了 就是有感恩的心 我最大的一生最大的祝福 我一生最大的福气 就是重新在信仰上认识上帝 然后可以在教会服侍他 蓬莱长老教会虽然是间小教会 当地蓬莱村人数也不多 但卓文华传道强调 规模大小不会影响传扬福音的事工 希望自己任内能让教会成为提升信仰 以及文化传承的场域 也透过教会力量 持续传达彼此相爱扶持的信仰态度 原事新闻混迪苗栗南庄财宝报导